Hello 大家好 我是子孟千尋 今天我们来讲评语分析法求解PI参数 这个呢其实是自动控制原理里面讲过的 不过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不是太会用 前面呢我们通过PID Turner自动整定了PI参数 可以看到我们整定完的这个结果 一个是269 一个是这个1380万 今天的目标就是说通过这个自动控制原理 交的内容把这两个值自己给它算出来 不用这个Metalab自动生成的 我们把这个参数打到Metalab的那个脚本文件里面 把它给记录下来 就是这两个然后把它注释掉 然后我们知道PI调节器是一种串联校正装置 然后呢经过校正过的系统 它的传递函数是PI调节器的传环 与Bug变换器的传环相成 这边已经打到这个Metalab 就这个校正后系统的开环传环 就是两个把PI调节器的传环跟变换器电流环的传环相成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自控原理里面 浮屏特性和相屏特性是怎么计算的 它其实就是求复数的相角和那个磨长 这个内容呢是一个复变函数里面的内容 就是说你一个虚数A加BJ 它的这个磨长呢就是说是根号 根号下A方加B方 然后呢它的这个向角呢是Arctangent B主于A 这样的话可能还不是太直观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 就是一个这样的图 比如说你这个4加4I 它的向角的话就是求这个这个角的反正阶 就能求出来45度 然后呢它这个磨长呢就是这个地方的长度 用评语分析法来求解KIP和KI 就是说KIP的话是电流环PI参数 这个I呢就是电流环 这个P呢就是电流环的P 就是KIP KI也是同理 我们要求解的是这两个方程 把这个KIP和KI给求出来以后 呃我们就求到了最终的那个 PI参数了 然后呢这个MateLab自动整定呢 它其实里面也是在做这样的工作 只不过它是已经编好代码自动进行的 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们手动操作是怎么进行 这个方程是怎么练的呢 它就是说在穿越频率点的这个增益为一 就是说在穿越频率这一点对这个信号没有放大作用 就是把它给复现出来 然后呢这个列法就是说 然后呢这个列法就是说在S等于J 我们应该C这一点的向脚 这个等式的右半边呢就是 呃向脚预度的定义式 就是说向脚预度68度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在穿越频率这一点对应过去的向脚 距离-180度还差多少度 这个还差多少度就是向脚预度 我们这边设成68度 然后呢就是说你求得的这个穿越频率点的向脚是-180加68 也就是-112度 然后我们把它转化成弧度的形式 就除以180度除π 我们知道这个求出来大概是57.3度 然后我们其实给出这两个方程以后 可能大家还是不太明白是什么求解 我带大家带大家来求解一次 你首先把S用这个Jω给带进去 我这个C这个下标就不要了 这三个地方把它带进去 然后带进去以后呢 我们求复出的模对吧 求复出的模就是根号A方加B方 这是十步啊 就是虚步 加上十步的平方 然后呢 这下面是只有 只有虚步 根号Omega平方 直接就是Omega 这也是只有十步 这边 然后直接就是K 这边也是一样的 然后等于1 这就是第一个方程 这个地方Omega呢 就是10k赫兹的那个 弧度 T呢 T和K 就是我们上次辨识出来 模型的值 你通过这个方程呢 就可以得到KIP和KIN的关系 因为这个方程里面只有 这两个是位置数 然后相角 复数的相辨 是怎么说的 你两个复数相乘的话 相角就是分子的相角 加上这个分子的相角 然后减掉它 再减掉它的相角 我们来求一下 Arctangent KIPOmega 除以Ki 也就是说是 虚步除以十步 是吧 虚步除以十步 这个K 实数的话 相角就是0 这个地方 S 就是减二分之π 积分器的那个相角是 刚好是减 减九十度 减二分之π 这个地方是Arctangent tOmega 因为你这个地方 ts加1的话 十步是1 然后虚步除以十步 直接就是tOmega 然后等于这个 这一半边全部都是一致的 把它全部移到右边 然后方程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 在Tangent 两边同时Tangent 你就可以把这个地方 括号里面的东西 给提取出来 然后呢 这边变成这样子 Tangent一大串 这个呢你用手算 算是可以算 但是非常麻烦 因为它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 它这个代根号的底下 你求出来以后 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你用手算的话 是非常复杂 我来教大家 如何用Metalab 求解这个方程式 好看到这里 这是求解过程 我们对照的这个MathTab 来看一下 首先把这个式子 打到这个Metalab里面 把它转化成Function的形式 我这边已经做了一点 画简 你把左右两边同时平方 把它根号去掉 然后把这个分母移到右边 然后不是变成了 左右两边都是一个没有平方的一个式子吗 然后你左边再减右边 然后等于0 把这个方程打到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这里B等于Solve A KII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这边有两个变量 然后我以KII为求解的变量 就是说 转出来以后 这个B是等于KII等于多少的K KII 我们来运行一下看一下 它这个运算步骤中间出来的是什么 可以求出来KII的 以KIP来表示KII 是一个这样的式子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 它都Metalab没有把它给运算出来 C等于VPA E等号2 就是说 你把里面的数值全部运算出来 然后保留两位小数 不对 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应该是这样 然后运行 运算以后得到C 因为它是开根号嘛 开根号的话有有正有负的 我们知道这个调节器的参数 它肯定是一个正数 所以我们把这个给取下来 就是说C取了以后 我们把它拿到这个复制给D 就把这个复制到这边 复制给D以后呢 就轮到这个向脚的这个式子 向脚的这个式子 我们这边计为小G 就是说 把这个给算一下 Tangent-122处180处一拍 就是这个式子 然后ArcTangent呢 在MetaLevel里面是 直接用ATangent就行 然后Pi呢就是Pi 不要跟Pi调A7的那个 搞混了 不是一样的 最后一步 你其实就是 这个东西算出来以后 你再把前面算到的 Ki 给代替掉 这样子的话就变成了 只有一元了 只有一个KiP在里面 然后你点Solve求解 这个Solve几 这个Solve函数呢 就是你左边是这个方程式 右边是这个 自并量 然后你就可以把KiP给求解出来 我们这边求解出来 这个答案是271 然后呢算出来以后 KiP算出来以后 你带到这个这个式子里面去 就把KiP这个271.0 这样给带进去 然后就把Ki给求出来了 这边复制给F 可以看到是1.36617 其实就是跟这个值是非常接近的 一个269 是那个MetaLevel自动整定的 我们算出来是271 然后呢这个 这个值呢 算出来也是比较接近的 然后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整定完系统的这个波特图 我们先用这个自动整定的这个参数来看一下这个波特图 这个波特图的程序怎么打我上次已经给大家讲解过了就不讲了 这个波特图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右键点这个 它会把向脚预度这个点给标出来 就是说呢这个1.4就是10K克斯 这个地方向脚预度是它是67.5度 可以看到跟我们给定的要求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自己点的话就是这样子 离到这个0 0dB的地方 刚好是1.4 这个呢是自动整定得到的参数 我们换成自己的参数来看一下 自己刚刚算的271 还有一个这个 看一下比较奇怪的 可以看到向脚预度刚刚好好的就是68度 然后呢频率 就是在10K克斯的地方 跟我们要求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证明了自己求解的参数 和 MateLab自动整定的参数波特图是一样的 那他们的这个 在 在仿真里面 特性是不是一样呢 我们来试一下 那移开 先算一下 271 还有这个1.7的 看一下 点一下仿真 然后看一下结果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跟之前一期用 Pi Deturnor 整定出来的参数 效果几乎是完全一致 说明我们用频率分析法整定参数 是完全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 之前 之前 讲那个 Pi参数 闭环性能的那一期视频 我最后问大家说 电源电压突变应该如何实现 我们这边只讲了这个 电阻突变是怎么实现的 没有给大家讲电源电压突变是怎么实现 然后呢 这过了几天呢 回应者聊聊 所以我这边 还是自己给大家 自己 给大家来讲一下吧 它是这样子 用一个这个 受控的 Control VoltageSource 它是用这个东西 来做比较合适 然后呢 你给它一个 信号 让它知道怎么 该怎么变好 我记得我之前是在 0.005秒的地方 引入了一个这个 我这个呢 在0.0075 让它从10伏变成15 你知道这个电源电压 一下子升高的话 你必然导致你这个输出也一起跟着什么 我们看这个 闭环调节器能不能让它 继续把它给拉回来 看到这边 看到这边 0.0075 也是 上去一下 马上就下来了 可以看到这个性能 还是非常可以的 好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一期视频呢 我们将讲解 双闭环 电流电压闭环是如何搭建 还有它的这个PI参数 我也会大概讲一下是如何调节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